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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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大概是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常常有些精神上的困擾 用這樣的一個切入點 來稍微分析一下 我們所謂的精神是什麼 這個精神呢 有沒有一些 因為它是使我們基本上 生活的動力 所以有所謂的生命動力 是怎麼來的 我一向都把生命動力呢 表現在主觀的感覺上 它表徵出來的 把它叫做精神現象 所以精神是一種生命 我們每天夠日子 動力的基本來源 所以今天可能會帶一些 生命動力跟精神在入常生活的表現 還有精神怎麼樣可以茁壯 那種困擾的來源是怎麼樣 是因為不茁壯 不健壯 沒有勇敢 身體如果說很勇敢 就很少感冒 有的不的 身體不會困擾 這些小病常常會來 那如果精神健壯 很茁壯 那也是大家都很快樂 我本來叫做樂火 所以精神健壯 自然精神會樂火 理由是怎麼樣 就像身體呢 假設你身體是健壯的人 這種天氣變化 人家很容易感冒 你就不會感冒 就不會身體困擾 那如果精神很健壯很茁壯 假設有些旁邊人家收你幾句話 或者是意見跟人家不同 你也不會搞得自己非常的 情緒也不穩定 做事好像覺得做不來 或者覺得自己很沒有意義 你精神茁壯健壯 就可以耐著生活周圍的 種種動態 叫人生無產 很多種變化 那你假設精神是 非常的茁壯很健壯 意思就是 我常常講的腦力很有彈性 我的情緒不會一直被 一下子就變得很優異 或者一下子就變得非常的緊張不安 我隨時可以彈回來 就彈到我的中間穩定的狀況 所以我也常常講 如果我們要追求穩定跟平衡 就走路呢 假設身體健壯稍微踢到石頭 你也不會一下子跌倒 精神生活一樣 就是你假設碰到一些衝擊 可以稍微搖動一下子 承受一點壓力 等一下他又彈回來 又恢復了平衡點 每天一樣可以 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所以我們常常去 廟裡面拜拜說 祈求什麼平安啊 或者這個都很重要 心裡面要有一點信心 不過基本上是要平常 要追求精神的健壯感 那碰到什麼事情 我處理很有彈性 隨時恢復平衡點 這叫平安 所以平安不是這樣 稀稀一來走這樣才是平安 平安是一種擺動過程 這條船目標很清楚 就朝向這樣一直 他在擺動當中 穩穩的向前走 像哥倫布不是這樣 繞行地球一走 他還是碰到很多風浪 他要靠他的智慧去判斷 哪一個方向是正確的方向 不會是要往東走 要往南走到南極去 這是所謂精神健壯的 我想要講的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今天提到的 入常生活裡面 所謂的我們的生命動力 表現在哪裡 第一個是 我們入常生活都在開創新的世界 我們來叫做 住牆不喜 在中國的古詩裡面有 千行見 今足以住牆不喜 事實上 古獸這些責任 已經看到人的頭腦裡面的內在本性 就一族向前衝 叫住牆不喜 假設這個住牆不喜發生問題 最嚴重了 就不強 一下子就熄掉了 那是什麼狀況 有沒有水要 拆看看 最明顯是憂鬱症 他的生命動力就低下去了 牆也牆不起來 每天都不想動 甚至於說這個生命沒有意思 要把它關燈 真的關燈就住下去了 所以住牆不喜 是生命腦裡面自然的動力 假設維除住牆不喜 就是很活活潑潑的 每天過得 有這種精彩的本錢 一直要去追求些什麼東西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人不知只有自己自強不喜 旁邊還有很多人 我相信你們都有家人 有一些朋友 甚至有靈機有同事 這個旁邊人 說可愛可愛 說麻煩的滿麻煩的 處理不好 天天起來就痛苦了便 縱使住牆不喜 每天爭鬥打來打去 鬥來鬥去 兩個都住牆不喜 這個也麻煩 所以在這個住牆不喜 人的本性 配合這個環境 要能夠駕馭這個本性 加油的本性 但是你很難駕馭對方的本性 所以在這個求助一己 加油的本性 有好的精神茁壯的 去學習一些心理功能 應對進退的技巧 跟家人跟同事跟旁邊人 可以取得一種嚴重的狀況 這叫做 架性嚴重 所以有強的本性 要善加利用 但是要跟環境當中的互動 要有一個平衡點 再來是 就是在這種人生的歷程裡面 見多視廣 一山比一山高 假設你一直把自己 好像你住牆不喜得很強 我是最強 事實上比較好 比你更強 所以要懂得謙虛 吸懷肉骨 這老子講的 老早這老先生 相對每次很老 這個老子的名字也蠻老的 他就體會到要吸懷肉骨 所以這種人的住牆不喜 旁邊有很多種種場景在 我把它叫陰陰嚴嚴在 這個旁邊你要怎麼用住牆不喜的動能 跟對方起的融洽 然後再累積經驗多了 不管你經驗多少 對我比你更高的人 不要開著會去撞山 就要吸懷肉骨 那當然你要經驗多 住牆不喜 累積很多的內在經驗 又加上吸懷肉骨 這個才是 可能好的精神茁壯的品質 假設你沒有經驗 每天都躲在家裡面 人生也沒有歷練這種轟轟雨雨 你的山谷不深 山谷不深又吸懷肉骨 就變成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要能夠經歷人世間的種種挑戰 以腦科學來說 就是這種人生的立場 要能夠去改變腦的結構 假性也是改變腦的結構 你改變不了你的本性 但是我可以改變腦的結構來加益本性 譬如說大家都有生氣的經驗 生氣假設沒有好好處理 像小孩子的生氣 哇他躺在地上亂滾 怎麼樣 我看現在在座的 假設你生氣可能很少會在地上滾 除非很特別 嚴重的時候也是說不了 可能也會不一定 不過大部分來說 你在生氣不會動不動就把電視打壞掉 看不習慣那個人講話言論 就把電視打壞掉 那你自己損失錢而已 你生氣是有了 那這個腦的基本的動能就是會生氣 假設一個人不會生氣 這一輩子也不太好過 然後也會有憂鬱的本性 它有憂鬱的特性 它有焦慮的特性 這些都把它叫做人的性情本性的部分 只是有些高有些低 因人而異 就像身高有高有低一樣 那這種本性出來 你就要開始建立新的腦的結構 去祭祂讓祂有生氣 但是不要無阻境的生氣 所以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假設意見不同 有人損你損得很嚴重 你裡面雖然是很生氣 但是表現出來還是在微笑 生氣中的微笑 大家有沒有見到這樣 你在嫁於你的百姓 你就要驚豔了 你也不能說氣流一塌糊塗 笑得又好像非常甜蜜 那就不是生氣中的微笑 有生氣氣質的微笑 那就要去讓開會當中 這個損你的人也知道你在不高興 但是你又跟他微笑 讓他很佩服你 那當然你還有 他假設損你的話 你看看你到底做對做不對 你自己要檢討檢討 或許你微笑以後 跟他說謝謝也不一定 因為他主教告訴你哪裡真的不對 當下非常生氣 但是那個幾秒鐘一想一想 他講得很有道理 讓你避免一下的錯誤 這個裡面有很多關節要去觸發 透過經驗觸發腦的結構 讓你的腦的結構呢 有前後臉的神經通路 有左右臉的神經通路 有上下臉的神經通路 它是個立體存在 所以人的嘉義本性 可以類似這樣的 看那個場景如何 要怎麼表現出來 不是只有委屈自己 還要不要忘記 你知道平安過日子的 你的目標也要達到 所以在生氣過程 你掌握生氣的時候 你的目標 你開會你要達到 你的訴求目標也要達到 不是一般就停掉 就叫立體的 腦裡面的立體結構 它的主要給你們的 所謂架性延容的功能 那有這種腦的結構以後 我們思考就越來越多元 事情不是只有生氣可以解決的 事情不是只有憂鬱可以解決的 你的目標要達到 就看當時的場景 所以延容它是一個很多元的狀況 那可以採取 有利自己存活的方向去走 但是當場要看到 環境如何要延容 去達到目的 所以目標就是住牆不息 那這是我想 我在講給大家說 生命的動力 還有精神的茁壯構成 健壯構成的一些場景 所謂的人的百姓 我今天稍微一點時間 聽著講 困擾得陰陰演演 等一下我下一個小時 會提到一些熟記的場景 假設你們有獎益可以看 不過現在就講一些 現在布典局啊 讓大家知道 噢原來這麼一回事情 所以 我們人的性情本性 剛才所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或者你有看過 荀子那本書呢 說人是本性叫什麼 性惡啦 孟子呢 是講性善 那佛家呢 大家可能學猴啊 他是講是大悲 所以 這腦的本性裡面 就有一個就是 所謂的存活本性 我要存活 所有動物都要存活 所以所有動物都有存活本性 哪有都有這樣的部位在 而且從爬蟲類 就開始有了 他要活下去 叫住牆不洗啊 住牆不洗 沒有看到旁邊 叫做惡啦 因為只有立即 損人太嚴重 這是性惡 所以我們假設 避開尋死講的這句話 是說我們要去接受 我有存活的本性 而且要喜愛他 你只要把這個惡氣掉 不是說把本性 那個拿掉 他是要把本性 轉為駕性嚴重 那就變性善也一樣 所以 性惡本身 在荀子的時代 沒有這些腦解剖啊 不知道腦裡面 是不同部位的功能 我相信在古時候 對同腦的了解 腦就是一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 他也看到他就可以 有可塑性 可教育性的 所謂夢謀三千 他知道這個同腦可以 因環境而不同 他會改變的 那同一個環境裡面 他會去成長的 這很早 大家這些 關心人類行為的 這些哲學的責任 大家都看到這個現象 但是不知道腦 有三個部位 大概 重要的三個部位 這三種本性同時都在 一個就是 我們不要講性惡那麼嚴重 就是存活本性 你不要說我性惡 好像聽起來不好聽 我有存活本性 要善加利用 每天要助強不息 這精神才會茁壯 那第二瞭解 我腦有性善本性 因為腦有一個部位 就是很能善體人力的 會看到別人的動作 就知道他喜歡什麼 他要拿筷子拿不到 趕快去幫忙他 這同理本性 瞭解別人的本性 人家情緒在哀怨 你同腦也跟他在哀怨 雖然你不是好 但是同腦會感同身受 這同腦天生就有設定那樣的部位 大家有去看電影的機會 可能那個部位 如果感同身受 部位的功能很強的話 你可能比那個眼主角 在流眼淚的人 你可能他流得更多也不一定 你懂那個場景 你的感同身受 比那個演員還強 你可能你試我去演演 這樣演員不一定 你也能夠感受那個場景 你把它演出來 我們叫演啊 事實上裡面是感同身受 腦就有這樣的部位 另外腦有一個部位 是這個公平正義 很多人都在路上遊行啊 什麼 那是腦的一個部位所產生出來的功能 看不習慣這個社會上很不對 最明顯這個環保運動 縱使不認識人 我也關心他 讓他得到這個好像大愛 不是只有認識人愛他而已 我要對整個全人類關心 那社會要有公公平平正正義義的 就是腦的有一個部位也是這樣的功能 這種三種腦的主要的部位呢 是讓我們人類可以存活到現在 而且是萬物之靈 你知道我們可以自強不習 群體上大家都處得很嚴重 有團隊精神 而且不只你認識人關愛他 不認識人你也關愛他 所以讓人類整個的發展 就越來越蓬勃 腦本身進化來的三種功能 三種本性 那我跟大家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要有信心說 我是助強不習的 我是可以架性嚴重的 假設你現在有點人際關係 除了對方實在是太不講理外 那會不會你的這個架性嚴重的那個本性 沒有把他駕馭的太好 就有點精神困擾 那當然假設對方實在太嚴重 能離開有時候也是方法之一 所以現在不是很多人 在沒有駕馭努力之前 就趕快離開了 所以很多人在離婚 半年就離婚了 都還沒有嫁過性就離婚了 假設這樣下去 可能以後你都碰到什麼都離婚 那也麻煩了 不是說離婚不對 而是說 有時候是有很多 要可以值得努力的地方 今天努力不行 對方實在太不行了 他要離開 這要能夠 架性嚴重的過程裡面 所以找到那個平衡點的地方 努力的方向 所以這三種本性 很簡單在同樣面 大家可能 基金會裡面的圖啊 這些刮在旁邊的掛圖 還有 有一本叫做 老科學的這個美麗境界 大家可以去參考 這是邊緣系統 就是剛才講的 這種住牆不洗的來源 這邊假如發生問題 很多精神上的困擾都會來 剛才歐吉的例子 又一直會發生 在這個發生 在這個裡面 邊緣系統裡面 有三種 性情百姓 裡面的一種就是 好奇 第二種就是 避傷 擔心害怕 第三種就是 醜賞 小孩子很好教 為什麼好教 因為他醜賞系統 很發達 你假如他做個好事情 哎呀 小寶寶乖乖啊 摸摸頭啊 哇 他就非常的高興 下一次再繼續做媽媽要的 或者做爸爸要的 或者做同學要的 他行為就越來越強 酬賞百姓 假如沒有這個酬賞百姓 或者他這個酬賞的功能很低的話 媽媽怎麼講呢 他說不動 講好的不動 當然媽媽不能講壞的 這個意思就是 好的行為給他 他不會給他鼓勵 他不會反應 用口頭講不反應 哪一天就用錢給他好了 因為他反應一點點 兩三天又不反應了 這很麻煩 買禮物買夜多 幾天以後他又不來 有些孩子很難教 因為他醜賞 本性本身比較低一點 那他配偶他又好奇性很強 那你這個孩子就更麻煩了 那假如他又 避傷性很低 不怕死 這個孩子 你可以想像是變成一頭獅子一樣 很難帶 所以有些這個孩子 從小知道他的本性 三種本性是怎麼組合的 他頭腦不是一個頭腦 頭腦分很多不同的本性特質 真的這個不同的本性特質 你的處理方法可能要不一樣來行 我曾經碰到一個媽媽 她被一個這個孩子們 哇氣力要糊塗 兩個像仇人一樣 這個媽媽哪一天到我的診間來 她說怎麼樣 我說非常委屈 我家裡面四個孩子 從小來都一樣的對待 怎麼這個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問題出在 她沒有來上過這堂課 這孩子的頭腦 四個都不太一樣 本性反應不太一樣 那這個孩子 特別受傷 那種避傷性的反應特別強 媽媽都是一樣對待四個孩子 所以罵一罵的一樣重 給的籌賞也都一樣的 但是這個孩子呢 對被罵的懷孕特別強 避傷 避開傷害 她怎麼做好像媽媽都會罵她 因為她感受很強 她什麼都沒有記得 只記得媽媽罵她 那長大以後呢 還有媽媽就從小罵我罵她大的 就變成仇敵了 她不曉得對這個孩子講話要輕一點 因為這個孩子的避傷性很強 避開傷害 擔心受傷害很強 所以了解裡面的這三種不同的本性 了解人是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講就了解自己 我會鼓勵大家 無法用這樣了解你的孩子 了解旁邊的人 假設正在談戀愛人 了解你的戀人 他的那個特性是怎麼樣的 真的要跟他有好的互動 構成不要造成太麻煩 了解腦的內在本性 是很重要的功夫 不是只有聽他平常怎麼講話 看他本性如何呈現 這是所謂的了解別人 會感同身受的 腦的一定的不同的區塊 他分線在腦的不同位置 會人家有什麼意圖 有什麼行為 大家就可以了解他什麼意圖 那要怎麼善用這種本性 在適當的時候用出來才加到好處 假設對方不願意你講出來 他什麼意圖 你拼命講出來 對方會覺得你在干擾他 這是怎麼用是 架性嚴重不分 了解百姓 了解腦有這樣的特性 這腦裡面 看電影的腦一樣會悲傷 會高興 腦裡面也一樣會對別人 外在的種種場景 會有感同身受 情緒上的這種表現的特質 還有頭腦的前面 我們眼眶額夜 我們頭腦是比起星星來 或者其他動物 我們的頭腦是圓的 我們增加了哪一部分呢 增加額頭這一部分 假設額頭沒有就扁平上去 所以進化的結果 人類呢 就這邊特別發達 就所謂公平正義啊 道德倫理啊 或者是大愛心的主要的來源 只要這邊破壞掉的話 前額夜破壞 這個腦的中間的部位 腦的後面的中間部位破壞 這個破壞的人 他的行為就沒有公平正義喔 有沒有什麼禮義聯儲 什麼都沒有喔 他隨地大小便 到你家裡面去就隨便 倒是跟你小便 或是隨便拿東西 他沒有這什麼道德觀念喔 腦破壞的 前面破壞的人會這樣 那怎麼去了解這種本性 因為我們不是做腦解剖 我也不是做什麼樣的 在生活當中 我的精神 在我們展現我們生命動物的時候 怎麼去了解我的本性 我用的是禪宗的一句話 不過大家如果有練禪宗的話 不要把禪宗那麼嚴重來要求 這邊講的明星見性 這邊講是腦科學裡面的 我們要明星是了解 我在哪一個場景裡面的 我們心理上的懷孕 就是情緒上的懷孕 或者看法上的懷孕 在哪一個場景去瞭解 我們這個心情上的懷孕 所以自然的心情懷孕 有意的就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知道了哪一個出現什麼狀況 我的心情的擺動狀況 那你知道哪一個場景會怎麼擺動 進一步你要去掌握它喔 現在面對這個人喔 好像比我還兇悍 我的胸殼比不過它 你要能夠去掌握 要不然你會挨打 假設他是上司的話 你一定要操作一下 要不然你也不太好看喔 所以能夠操練以後呢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去超越 現實環境的條件 這四個層面 就是你要能夠去明心了 了解自己 我現在面對這個環境 我心體動態是怎麼來改變 這延伸出來 為了讓腦可以功能多元 心境上要了解 所以要多加操練 我把這個構成 叫做心腦操練 所以大家 有來上個客人 大概多聽過心腦操練 鬼約本 這樣的給大家做參考的教材 叫做心腦操練 可以裡面有一些例子啊 怎麼做啊 可以讓你可以在明心的這個階段 可以有個參考的 他可以參考的 他可以參考的 心腦操練 那這個整個過程 就可以見性 可以看到你的本性 所以我面對這樣的人 我頭腦是怎麼在反應的 用心生活 我常常講用心生活 就是要了解自己在哪個場景 心理上 情緒上的 思考上的反應 那這個反應裡面 就看到你的本性 你的儲悲心 你的同理心 你的自我存活的 動能 大概是強跟弱 或者你的異傷性 你的愁賞性 你的好奇性是多強的 用這樣來了解你的本性 所以人總共有幾種本性 好像六種本性 剛才講的 我對同學了解 大家看看這些 大概你們可以了解 你那隱含的六種特質感 剛才講的三種存活本性 就是異傷 好奇 還有愁賞 很簡單來說 再來就是 同理 仁愛 本性 剛才講的同理心 感同身受 第三個 剛才講過 公益 除悲心 大愛 另外的四五 就是總腦跟用腦 一種本性是 你分析能力很好 數學能力很好 數學能力好的 你要善加利用 你是可以做工程師 或者做那個 談判的高手 假設你的用腦 是比較強的 喜歡美式啦 畫畫啦 音樂 喜歡做這種意識人 你勉強自己要做談判 包子被吃掉 像這個習近平跟川普兩個 可能數學都很厲害 兩個玩來玩去 表面看起來好像還很融合 裡面不曉得怎麼樣不知道 因為他每天都複雜的 數學公術在運轉 那假設一個藝術家 哇 你長得多漂亮 兩個都美 兩個哥良 兩個很好 哇 很浪漫 就不能做那個事情 這個 兩邊的百姓特質 我們也要去瞭解 假設你對那個藝術實在是很不行 看也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那你表示怎麼樣 有兩個人生方向簡單說 你要去考慮 第一個 你不能做藝術家 趕快及早離開 第二個 你要趕快加強欣賞藝術 要不然你以後 就不能假性言容 一群人大家去欣賞 什麼唱歌 什麼表演多好 欣賞人家什麼藝術 就是一進去年就在那邊打喝睡 看到你怎麼跟你一起來 那就很難有好的人際關係 所以要能夠加強去拓展 用想盡辦法 趕快用功操練它 使它 多少要一點藝術氣氛 那假設你這個 那個藝術團體 哇 是貴的太貴 因為是非常有名的 假設你用腦不是太發達 我看你也不要去花那些錢 你看那個比較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為你感受不到你那麼高深的那個 這個藝術的成分 你去的話可能一半就打喝水了 了解自己的長短是 該省錢就省 該花就花 這是第二個面向 第一個是專業 你要用它來賺錢 第二個是人生的一些品質上 夠有努力的方向 第六個呢 就是行主百姓 動能 行為的動能 有的人天生比較好動 有些天生活動力就低了 我看到今天在座各位 應該都心腦操練非常好 可能有些動能很夠人 現在是坐得乖乖的 有些動能不夠人 你也沒有躺在那邊 你還可以站起來 還可以坐起來 都有操練過的 實際上我們都在心腦操練過程當中 只是在某種特別情況 或者對孩子 這怎麼樣 要了解 他的行為動能是高還是低的 也要了解自己的行為動能是高還是低的 假設你的行為動能是低的 剛才說要努力讓他能夠 自強不息 趕快動能提高 太強了 你要約事約事一下 要做到一半的手就亂動 腳亂踢 旁邊以後你在做什麼東西 這是在生活當中 要了解的幾種人的本性 把它用到我們每天實際生活的這種情況來說 把它分析性 我把它叫結構性的 結構有層次的 我們所謂的腦心理自我跟精神 在這種生命動力跟精神 這種概念裡面 可以分成幾個要事 那這幾個要事呢 也是我們平常心腦操練 要去著力的要點 假設你去著力不好 或者這個腦本身的發生什麼問題 譬如說高血壓 或者裡面腦發生了一些小重風 所造成的問題 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有幾個面向 你要去多把它處理得好 精神才越來越健壯 就不會產生精神困擾 第一個是腦 腦所產生的精神功能 簡單來說是四種面向的精神功能 一個是情緒的 是行為的 再是認知的 思考判斷選擇的 再是生理驅動力 這四個把它加在一起叫精神功能 是什麼每天早上醒過來 哎呀我這個住牆不息當中 我產生的情緒狀況如何 我的行為表現 我的思考判斷 我的生理驅動力 早上起來是不是懂得餓 或者是這個 昨天也沒有睡得飽飽的 這種生理驅動力 整個內在的 腸胃啦 呼吸啦 整個功能 是不是都很順 就是生理的驅動力 假設這裡面的四個有問題 就會產生精神困擾 精神困擾有情緒的困擾 有行為的困擾 有認知思考判斷的困擾 有生理驅動力的困擾 有生理驅動力的困擾 每天常常腸胃不舒服 看醫師醫師 你肥腔好色好色的 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就覺得不舒服 但是他就覺得不舒服 像腦產生給他情緒 情緒發生障礙一樣 四個面向 精神功能 就是產生了一些問題 第二個層面的困擾是 我有這個精神功能 這方面都算是還蠻健壯的 但是要處理周圍環境 我們跟環境的互動 人跟人 跟家人 跟朋友 跟同事 跟親戚 或者跟鄰居 去產生應對進退功能 我怎麼去應對 該進 該退就退 該閉就閉 該向前就衝 裡面有很強的 助強不行的動能 但要出來 要能夠符合那個環境的場景 我把這個叫心理功能 是不是能夠圓融相處 讓我可以 繼續朝目標向前走 就好像 大家有看那個籃球比賽 看什麼球賽都一樣 尤其籃球最逼真 我這個球的目標 就要放到那個籃 大家看籃球 不要把他只有看那個人 再蹦蹦跳跳的球進去 你可以把他想像做 人生的方向 我一個球 人生 在不同階段 我這個球都要放到籃裡面去 目標 但是要放籃之前 有誰在阻擋 哇 有對方的中鋒 前鋒 還有火薇在擋你 人生大概 不離這個樣子 我要去進去 哇 當中很多 困困擾擾的 陰陰沿沿沿在旁邊 干擾你 使你的目標 不容易達成 我在門診 常常有不少人 哇 碰到同事才太嚴重 搞得他 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他的目標很簡單很清楚 我這個月在下個要領薪水而已 哇 為了領下個薪水就很麻煩 人生的目標都很清楚 當中就很多困擾 那這個要 有這個所應對進退技巧 而且自己最嚴重的地方 要讓住牆不息的動能 不要被滅掉 維持住牆不息 旁邊都好說 頂多受點傷 我說心裡 不是真的身體受傷 那也太嚴重 那多樣要犯 這個足足當然 有時候心裡也會受傷 能夠趕快議合出來 住牆不息 讓議合更快一點 所以維持住牆不息的基本動能 存活本性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不少人在這個 要達到那個人生目標進去的 哪一個階段 旁邊這個營煙的困擾 就使他的住牆不息的能量降低了 嚴重就變異議症了 比較輕一點就焦慮不安 不曉得明天他要出什麼招式給你 那這個都是要去應對進退去處理的 種種人生的困擾 但是目標很簡單 抓住目標 但是當中這個過程 要去接受種種的考驗 增加人生的歷練 也就是向前走的方法 要去加以磨練去雕琢 就叫架性嚴走的過程 也就是心腦操練 這個過程 同腦本身的功能 也會 這些兩條線 它是從你這個調整 去接受挑戰 會影響到精神功能 然後改變腦的結構 所以人生大概是 基本上本性出來了 外面互動了 互動再回過來改變腦的結構 這邊是來來往往 那這個來來往往越多了 腦的結構改變就越複雜 越多元 你的思考就越豐富 越不容易被打倒 所以我常常說 壓力 生活當中給的壓力 是生命 建構生命的基本素材 沒有這些挑戰 你頭腦就不會改變 沒有改變 你頭腦就永遠那麼單純 容易被沖散掉 因為你的結構呢 那個鋼筋弄得不夠 不夠 東西難 就是上下左右前後都要有 你不要只有前後 弄來就倒下去了 所以要能夠上下腦的結構是這樣的 它是有前後的通路 有左右的通路 左右腦的通路 有上下的通路 上下腦的通路 要讓它是越建構越完整 通路越通暢 假設用台灣我們建設高速公路來說 這個高速公路 這個有高的有中的有下面的 還有東西南北 可以到處都通 不管外面來什麼衝擊 我都有方法來應對它 或者是有效的 是高速公路級的 不是碎石頭路的 效率也蠻好的 就是要心理的經驗 歷練在改變腦的結構 使腦裡面的結構 越來越豐富 人生內在越豐富 所以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所謂壓力外面的衝擊 不要把壓力污名化 有沒有說壓力不好 是壓力反應不好 壓力反應會造成 老功能的這些不舒服 就精神困擾 那你有好的這個心理的歷練 自然你的人生高度就高 我的功能自然就越來越有智慧 所以越有高度 就像孔主講的 登泰山兒小田下 我的歷練這麼多 看了這麼多事情 我的腦的結構改變 已經跟五年前十年前不一樣 所以今天應對種種事情 去更豁達 就可以所謂的脫俗住在 那你行有餘力 就可以吸懷肉骨 你的傷骨很深 吸懷肉骨不是你不懂的什麼 就是你要出手的話 那力道很強 你可以看得很廣 知道誰有什麼困難 誰這個心操練不夠好 你要給他盯幾個建議給他主導 你就可以對別人多所關懷 你才有足夠多的內在智慧的能量 去關懷別人 自己不成長 你要關懷別人不容易 所以自己要能夠豐富自己 好像我炎炎不解的這種資源 可以拿出來給別人用 我沒有損失啊 因為你不必去銀行點錢出來 不會減少輸不輸 裡面很豐富 一直可以給別人用 所以人家很喜歡跟你在一起 人際關係最好 所以人際關係好 不是只有拿錢 我們交交錢啊 送禮物這樣可以打擾好的人際關係 重點可能在內在的豐富 讓別人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有點舒服的感覺 好像你講什麼話都是得以的 對方好像跟你在一起 永遠不會損失 而可以得到東西 這叫好的人際關係的開發點 觸動點 我想要給大家的是 所謂精神困擾 基本上 假如講困擾的話呢 這腦本身不健康 腦力沒有保養好 早上前 這個頭腦就好像能量不夠 沒有充沛的感覺 應對這個應對進退 技巧沒有磨練好 突然環境來那個新的人 不曉得怎麼跟他互動 或者他就出來一個什麼講了幾句 這個怪招出來 你就撒在那邊了 那當然就有心境上的困擾 還有我本身是不是越來越豐富的 高度越高的 所謂智慧性越高 講智慧好像不容易了解 你腦的結構改變要多了 建構很穩固的腦的結構 你也在泰山上看那些平原 看到這個平原的路有多少條 哪裡走哪一條 你只要高度不高都在 跟平原一樣你看不到路在哪裡 看的只是追一條路 看不到還有那幾條路可以往哪裡去的 你就不可能有這種應對進退的 很多的方法可以用 高的才可以看到有這種可能性 那這是三種 一個是腦的生理上的產生的功能 那功能有三種層面的功能 全部加起來就是你的精神狀態 所以現在你大家假設 我稍微停一下吧 五秒鐘你閉個眼睛 你的精神是什麼 你可以哎呀我現在的精神功能 情緒啦行為啦認知思考啊 還有你想想你的心理功能 我這幾天跟孩子相處怎麼樣 跟先生啊或者跟太太啊 或者跟同事相處的怎麼樣 還有你看事情是不是太單向 只有看一個方向 或者有幾種可能面對事情 內在的豐富性 用這樣了解所有的你的精神內涵 那精神要能夠茁壯 也就是四個面向要茁壯 頭腦都保養 讓精神功能可以具有彈性 也有敏銳可以用 情緒是穩定的 行為是得以的 生理 驚動力 整個健康是很通暢的 很舒服的 應對進退都可以掌握很好 自己好像還有東西可以給別人家 而不會覺得損失了 自己很豐富的 這種精神的這種內在的豐富性的 在掌握 所以一邊是精神要讓它健壯 要讓它茁壯 一邊是必要有這些從最底層的 腦的保養開始 一直到最高層的 我的自我內在的豐富性的 這邊的困擾度 必要讓它滑向 所以好像是一座山 我們要去朝那邊是鎮鎮向榮的 一邊是有困擾很多的 每天就讓你夠得很 不通暢不順 諸事不順 這個時候當然要去拜拜 諸事不順 很多困擾之外 還要自己靜下來 我的頭腦健康保養好 有沒有腦力充沛 是不是對這種應對進退 你們還要去多體會計招的 面對事情要多去做點心腦操練的 讓自己可以越來高度越高 我大概第一個鐘頭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 再進到我們第二階段的精神思考